佛告阿難 你行止 唯摩傑問疾 佛 就對阿難講了 阿難尊者 阿難本身就是 阿難他是佛的最貼近的侍者 阿難是按照講起來 他是屬於 釋迦摩尼佛的堂弟 釋迦摩尼佛的堂弟 他也是一個王子 他是那個 那時候好多王子出家 很多王子 釋迦摩尼佛出家 以後他得到了 然後有八大王子也跟著他一起出家 阿難是其中的一個 阿難這個名字就是 他出生的時候 阿難兩個字的意思就是 他出生的時候 他出生的時候 剛好是釋迦摩尼佛得到 那時候 所以給他起名字叫阿難 叫慶喜 他是釋迦摩尼佛的侍者 也是他的堂弟 那麼他是屬於十大弟子當中的多聞第一 因為在釋迦摩尼佛旁邊當事者 他聽到的最多 所以叫做多聞 多聞第一 他聽到的佛法最多 聽到的佛法 他是最多的 而且他是記憶最多的 他就是他的故事 他就說過了 三個月 他就說過了 四個月 他就說過了 四個月 他就說過了 三個月 感谢观看